8月29日,香港杰出青年协会北京交流团的24名团员 在北京与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等内地青年代表 围绕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与青年一代的责任 这一主题举办座谈会 与会代表认为,香港回归22年来 一国两制方针在香港成功实践 在中央政府支持和香港特区政府带领下 香港全体市民努力同心,共克时间 在经历一系列冲击后 经济平稳发展,继续保持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 被公认为全球最自由开放 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和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之一 同时,香港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与祖国内地交流全方位拓展 为祖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做出了独特贡献 这些成功实践都源于切实贯彻执行 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 国家有今天的发展,我们这个独特的社会制度 是与我们今天的发展并不可分的 多位代表表示,近两个多月来 香港反对派和一些激进势力以反修例为幌子 进行各种激进乱港活动 持续不断的暴力行径愈演愈烈 严重影响市民生活 对香港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冲击 如若暴力事件持续 将对旅游业及与消费相关的经济活动 构成重大干扰 进一步打击经济气氛 损害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及商业中心的声誉 与会代表认为,尽快止暴治乱 还香港一个风轻气正,繁荣和谐的环境 守护香港经济民生的根基是人心所向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汪宏燕指出 希望包括香港杰出青年协会在内的 广大爱国爱港青年社团继续带头弘扬正能量 发出好声音,共同守护香港的和谐与稳定 主动融入国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 促进内地与香港共同发展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多搭台多搭梯 做促进香港青年与内地青年交流交融的积极实践者 希望香港杰出青年协会充分的发挥在青年中的影响力 促进了两地青年的交流交融 帮助香港青少年更好地了解认识内地 促进他们对祖国的归属感和认可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队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